打进UFC次中量级前15的排名 难度有多大 雷景亮的尽力或许可以告诉你答案 2019年8月31日 雷景亮打败了7连胜排名14位的多斯桑多斯 没有如愿进到前15的排名 此时的雷景亮已经在UFC末法滚打了5年多 UFC战绩9胜3负 打出过一个4连胜一个3连胜 还从来没有连败过 这样的战绩也只能让他有机会 触碰到当时排名15的尼尔玛格尼 2020年初全球疫情肆虐 很多运动员减少了比赛甚至得了新冠 雷景亮不想放弃这次打入排名的机会 和团队一起从北京飞到泰国 按照当地的疫情防空政策待满14天 又从泰国飞到韩国 再从韩国飞到拉斯维加斯 终于来到了比赛举办地 尼尔玛格尼身高191 B站203次中量级生长数最多的记录保持者 前期有着十胜一负的傲人战绩 还保持着一年五战无胜的记录 雷景亮与玛格尼的比赛打满三会合 一致半面输给了对手 雷景亮的三连胜也被终结 综合排名也去到了20名开外 通年12月份 UFC给雷景亮安排了一名选手 后来因为对手得了新冠 比赛被迫取消 之后又给雷景亮安排了一名新人 思考再三之后 团队没有接这场比赛 雷景亮期待着跟一名有排名的选手打 恰好庞子尼比奥的对手穆斯林姆 得了新冠 两人的比赛得以配对成功 初号阿根宁监督的庞子尼比奥 职业战绩27胜三负 其中15次KO 6次降服获胜 2018年KO尼尔玛格尼后 排名世界第七 两人比赛之前 虽然庞子尼比奥因病休息了两年 但调查报告显示 91%的人认为雷景亮会输掉比赛 2021年1月16日 雷景亮第一回合 庞子尼比奥 91%的人不看好我 但我依旧有100%的信息 赢下比赛 雷景亮兑现了他的诺言 这场比赛过后 雷景亮的排名上升到了第12名 成为UFC中国男子选手 历史的最高排名 其他选手的比赛战绩 也会影响到雷景亮的排名 在跟七马耶夫的比赛之前 雷景亮的战绩上升到了第11名 这也是目前为止 雷景亮最好的成绩